这双鞋都被他穿的衣服要乱 帮患有多重障碍的儿子 祥祥穿上鞋子 仔细叮咛每个小细节 这是玉芬妈妈再平常不过的早晨 即使在疫情期间 她从未断掉让祥祥上学 做复健的机会 不要退步 而且不要退化的太快 因为你看她五月五号才过十八岁生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还蛮深 我好厉害了 我带她十八年 对啊 当时就想说 好像真的没有办法带她待这么久 从墙堡中的婴孩到成年 十八年来照顾祥祥 成为玉芬人生中最大的责任 虽然一路上面临许多的挫折与矛盾 都曾让她身心俱疲 但藉由天使心的课程与家人的陪伴 使她走出阴霾 对玉芬一家来说 现在能看见祥祥平安的长大 就是他们一天中最开心的事 当她很吵很闹的时候 我就说 我真的很想把你送去住的 我都不要看到你 可是当她很可爱在你身边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好像她还好小啊 你怎么舍得把她送到 就我还有就是最主要是说 她那么不好照顾 我照顾都这么累了 然后别人怎么会照我的方式照顾她 我不要一直去抱怨 为什么这事情是在我身上 我要去想说 我要很感恩 她在我的生命里头 让我看到很多的不一样 给我很多生命的启发吧 送完祥祥上水后 玉芬还要陪有帕金森市政的母亲 到医院看诊 上游老母 下游爱奇尔 为了照顾家人 玉芬一家很难有机会一起出外用餐 不过担任物理治疗师的儿子 善玉十分体贴 藉由学习附件上的专业知识 协助减轻家里的压力 也帮助更多像弟弟一样的爱奇尔 我知道妈妈一直都很辛苦啦 对啊 然后其实有时候 不管是可能弟弟也好 或是照顾他外婆也好 其实都有很多说不出来的压力 不敢说就是真的给妈妈什么啦 但是我觉得至少在感情上的陪伴 就是可以多给她一些支持这样 妈母亲节快乐 谢谢你 爱你 我爱你 母亲就是为了孩子 可以不断伸出力量的名字 母亲节对爱奇尔的妈妈们来说 这是尊荣纪念他们的战属节日